1894年1月24日 此时距离装置开战只剩下半年时间了 这天李皇上给耸礼杨蒙写信 说北洋的这些边船要封点大修 北洋一共有25艘船 锅炉可支撑2到6点不等 更换一个锅炉也不是一下子就更换好了 咱要未雨筹谋 25艘船总共需要锅炉81座 所需经费84万辆 各船大修所需经费60万辆 旅售船部需要贴置机器厂房 经费6万辆 总共大概需要150万辆 杨威和超永这两艘船的锅炉需要歇造 其他的依次更换 造好一座锅炉 一艘船就开始大修 封坐10年依次完成 虽然杨威和超越号需要马上就拨款 但是我也考虑到倾王宁的难处 太后要过生日没钱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 说光绪21年起开始拨款 也就是1895年 每年拨款15万 封10年拨完 李鸿章计划封10年更换锅炉 没想到1895年 北洋就负面了 给朝廷省了150万 李鸿章这个人有很多问题 但是甲午战争他争得很冤 他争得是没办法 开战前他不想打 开战后他是总指挥 战败后他又负责切条约 北洋的这些船不仅是锅炉老化的问题 还有好多问题 杨威和超越号是北洋最早买的两艘佣舰 1881年就装备了 到1894年已经13年了 定远和正远号是装法战胜结束以后装备的 也已经10年了 我们就以今天来说 美国的尼米斯底核档的航空母舰 美国25年就要大修一次 更别说当时了 比较1888年就成卷了 此后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装舰 而日本的主力战舰 基本上都是88年以后买的 所以如果你是李鸿章 你会带着这些装舰和日本决战吗 锅炉老化动力就不行 追都追不上 他怎么再喊上作战 底气不足 所以他的建筑与外交调停 我们之前老强调 李鸿章片面建筑与外交调停 没有积极备战 那么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 李鸿章从一开始就积极备战 这场战争就能打得赢吗 从后面的表现来看也打不赢 陆军也打不过日本 陆军打不过原因有很多 首当其风就是怀军的头帅不行 李鸿章用人在洋务方面非常有野光 但是在军事方面就非常差了 无论当年和太平军作战时 环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 等到甲午时也已经腐化了 最核心的原因是 军事制度方面没有西化 没有跟上世界的潮流 而对手日本已经彻底西化了 军事制度改革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我感觉李鸿章也没有这样的认识 因为洋务用者的核心思想就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李鸿章也跳不出这个时代的框架 他只是相比同时代的官员来说 认识稍微伤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